三欄呢 不鎖定也不隱藏 因为这三欄是可以变动的 OK 当然如果说你要更仔细一点 可能你从B2向下选举一样 因为我现在偷欄是直接整欄选 不过上面那个欄文名称 有没有保护应该没有太那个啦 OK 所以 这个部分 记得在用教育里面的保护工作表 去把它保护 记得要加密码 因为你没有加密码的话 人家就直接按一下取消 取消那个保护工作表 他就会 又可以看到里面的公式了 而且也可以串改 那当然问题就很大了 所以呢未来 当然 如果你希望让前端人员去输入啦 其实很多什么进销存系统 也其实可以不用写那么复杂 为什么 因为 他只是一个很简单要输入 你要输入正确自动带出资料来 然后把资料填上去 那至于要做的怎么样形式 其实我觉得导 如果说你只是很简单的订单的话 那不需要去买一个 像外面有一些进销存系统 买了回来之后 你才头痛 为什么 因为他什么都给你 包三包白 但是你什么都不需要 那你也拿不掉 因为他是套装软体 套装就是这个给你 你没办法 除非你要客制化 客制化就是找外面的软件工程 帮你量身定做 那量身定做你有麻烦呢 那个当然就 对 因为之前有很多同学 或者是一些朋友找 不过呢 找我介绍 或者是问我要不要帮忙写 OK 那当然 第一个 你的预算 没有到达某一个 这个金额 说真的 人家连谈都不太愿意跟你谈 为什么 因为你那一点点钱 你当我是工读生吗 我跟你谈好之后 你才跟我讲 其实最后都 还不如你们自己自己做好了 不然的话 真的是 应该 不太有人会愿意做这些事情 而且即便谈 双方面还要谈很久 还不见得了解你们的作业流程 这也是个很头痛 最后做完要 所以尽量 简单的东西自己完成就好了 不用再麻烦 那当然这个地方我们怎么做 待会再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刚提过 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不要在里面预先藏好公司 像刚刚这地方 我是预先藏的公司嘛 这个藏的公司 底下也藏了 只是因为我刚刚是用教育里面把它保护下来 让你看不到 但是里面还是有藏 那缺点就是说呢 你必须要向下拉 存档之后档案会非常大 所以你会发现 奇怪里面没东西 为什么它的档案会这么大 原因是因为它藏了很多东西在里面 那当然 这也是 如果说你实在是不会写VBA的人 这也是一种一招 可是如果 我是觉得它 VBA没有那么困难 但是VBA里面呢 你可能要了解 第一个 那我要怎么知道 它有没有触发什么 触发B栏里面的 某一个储存格 当它Change的时候 假设我底下这边 我们这底下也把25列以后都把它删掉了 把它 Ctrl向下 把它删掉 那现在当然它现在触发是不会动了 对不对 不会去改 那如果说我希望利用VBA来改的话 第一个你要了解所谓的事件驱动 那一样我先把什么呢 把那个我们的 开发人员先叫出来 这个应该没问题啦 第二个VBA叫出来 那再把它缩小一下下 那所谓事件驱动 意思就是说 这个很直观的 其实物件导向 它就把每一个东西当成你看得到的东西 那每一个东西你要控制它呢 它都会有对应的物件 比如说呢 我们今天要控制什么 我们要控制 当这个储存格 应该是B栏 B栏里面的这个储存格如果有改变的话 那你要告诉我 它改变了 那你告诉我改变的时候呢 那我要知道说是不是在B栏 那知道B栏之后的话 那我要怎么做呢 如果是B栏我处理 处理什么呢 我在它的同一列 就是变动的那一个同一列的A栏里面 丢一个公式 丢什么公式呢 就是丢刚刚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 那差别是差在哪里呢 差这个列号 有没有把它改成 它现在的这一列 所以呢 那我要怎么知道 它现在在哪一列 没问题 它会利用一个 引述物件告诉你 OK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公式写出来 怎么写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就是先把那个开发人 VBA 第2个的话呢 在 它的那个什么呢 工作表 也会对应到一个 就是所谓的工作表物件 有没有 你的专页里面 一定会后面有个瓜糊嘛 名称一定叫原始资料 OK 那请你怎么样 把它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的话呢 它这边会有一个什么 这个工作表里面 它的物件 是一个叫 Worksheet 就是工作表 所以工作表物件呢 后面呢 会帮你跳出一个事件 这边有这么多事件 这个事件就是说 当这个工作表怎么样 被 怎么样呢 预设是selection change selection change 是 选举区域 改变 不过这个事件 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是哪一个呢 当它change的时候 所以特别注意 你只需要做什么 一 先找到 工作表 对应的这个 物件 找到 Worksheet里面的 change 然后呢 把它 原来的selection change 这两行 把它删掉 留下change 就好了 那也就是说呢 当这个工作表里面呢 只要有change 就是有改变的话 它会利用by value 用什么呢 后面有个target 这个就是所谓的 引述的一个物件 透过它 会告诉你 到底 它哪一个 蓝 哪一个 这个储存格改变 那我怎么去写后面的东西 把这个字放大一下 工具选项 把它撰写 风格里面的 大概改14 OK 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我做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 如果 变动的是 B栏的话 我才去做后续处理 OK 那所以呢 逻辑判断就if target B栏的话 就是点什么 它有个属性 因为它是一个引述物件 它是一个 用什么 它是一个range 实际上它也是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里面呢 我怎么知道 哪一栏 点column 所以你这边的话 你打一个co 有没有 它会有个column 这个column的属性 透过这个属性呢 会告诉你 如果column 等于多少呢 特别主要 它不能用文字 它只能用数字 所以以后呢 如果很 后面的栏 你还是要数出数字 目前为止 它 因为它 除非说你要自己 再把那个 把它做转换 目前它column里面呢 带来的是一个数字 数字是第几栏的意思 如果是第2栏的话 Zen 去做什么处理 Enter两下 End if 也就是说呢 只有第2栏在处理 其他栏不处理 好 那如果第2栏的话 接下来 我要做什么呢 如果是第2栏 好 第2栏改变了 它告诉你是第2栏 那当然其他栏就不管 如果第2栏的话呢 那我就怎么样 我就在它的 A栏 放什么呢 所以后面的公式丢到前面 我就是在 丢给哪一个呢 丢给Sales 哪一列呢 跟它同一列 特别重要 所以你要顺便学一个 Target 点什么 点Raw 意思就是说跟它同一列的意思 逗点 OK 然后哪一栏呢 A栏 那这个地方可以用A 等于什么呢 你要丢的东西 那现在我是先给它一个空置串 因为这个空置串 里面就可以丢一个公式进来 丢什么公式呢 你就把刚刚这个公式 不过其实不用等号 不用if逻辑判断 因为待会我们丢 不需要管 不不不 直接 跟下 是直接 把这公式 干脆把那个 if的逻辑空的也把它丢进来 为什么 因为如果它也是空的 那它也是自动清楚 那刚刚好 所以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复制一下 复制完之后 记得按取消 因为如果你没有取消的话 切不到VBA里面 把公式怎么样 贴到这个 双引号里面 那我前面有讲过 有没有 还有一下 如果我们帮里面有提过 如果你要把一个公式 放在一个除辰格里面 会有两个原则 要注意 第一个 什么 如果里面有什么 有双引号的话 要怎么样 变double 两个 OK 那你就要怎么 一个一个去加 不过我讲过 用这个加有时候 我的习惯是 如果你 双引号很多个的话 你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这个记事本来代劳一下 因为里面很多个 然后有时候怕漏掉一个 你就取代 把一个变两个 就这样而已 你把它取代完之后 全部取代 取代完之后呢 再贴 那这个问题的话呢 就 比较简单了 贴到哪里呢 一样贴到这个双引号的后面 这应该可以理解吧 1 2的话呢 如果有列号的话 以前是 因为我们跑回圈 有没有 把那个列 改成i 那现在的话 它是哪一列呢 对 target.ro 所以呢 我就把target.ro 放在它这个中间 取代24 可是要怎么放 双引号双引号 移到中间 endend 移到中间 把target.ro 怎么样 把它复制到中间 串到中间的意思啦 应该可以理解 然后呢 end前后呢 再加空白 好做完了 OK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帮我把 编号自动加 而且如果它里面是空的 它也会自动清了 OK A栏做完了 那 隔壁的C栏怎么办 一样嘛 所以请 一样的方法 这一招其实还蛮管用的 而且这一招呢 应该还蛮有原创性的 程式应该也不多 就这么几行而已 没有很多 就这样而已 这个方法 应该 因为 这个是我自己自创的方法 所以原创性应该还蛮高的 不然我看了很多人的写法 写出来东西 程式绝对都非常的多 一堆的程式嘛 这个方法是最简单的 为什么 因为我只是丢公式进去 那一般人 一般的书里面写的是 处理完之后 再把结果丢到储存格 所以要写很多东西 我发现这个方法最简单 不然你们也可以参考旧的方法 那这个地方的话 一样 先怎么样 把这边复制贴上之后 我是丢什么 丢到C栏 所以呢 Target Target 同一列的 C栏 丢个公式 所以后面先给他一个双引号 那公式哪里来呢 就是把这一个 这一串 一样复制 那先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双引号 有双引号 怎么样 先贴到 记事本里面 先过水一下 取代 全部取代一下 好 然后呢 最第一个 双引号两个 第二的话呢 再到那个 VBA里面怎么样 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呢 如果他有列号的话 请你把它改成 这个 所以会有一个 会有两个 对不对 那这两个怎么做 比较简单呢 从这边 到这边 Ctrl C Ctrl V 应该看得懂 只是 我做都很快 我发现你们做 好像都会有 都问题 不过呢 你真的就是 怎么样 看懂关键的地方就好了 我发现呢 其实这真的不是很难的东西 但是你要真的知道 哪些到 有没有 就这一串 头尾中间串 那个Taget C 有没有 把它盖 盖掉这个 列号 贴上 把它盖过列号 好 程式完成了 我们已经做完了那个 不需要 预先 长公式 的方法 OK 那当然 接下来你要测试嘛 那怎么测试啊 习惯上 我会先 在这边 设个中断点 这个中断点 主要目的是因为 太快了 我先不要设中断点 我先直接跑给各位看 那如果说呢 我这边删除啦 那理论上就删除 对啊 那如果我下 里面确定一下里面是 这边有厂 这边有公式 他会这种带 那如果这边的话 这边有没有厂 这边没有 我试一下 如果我 切玩具的话 他理论上是没有 可是这时候呢 有没有 带过来了 带过来了 有没有 这里面有没有 还是没有 试一下 CD 还是会自己带 为什么呢 因为就刚刚的方式 那一下你可能看不太清楚 设中断点 点一下 查 停在这里哦 为什么 因为呢 他会去 找到这个工作表 里面的一个 Change事件 因为我在Change事件里面 有写东西嘛 所以他会随时去 侦测 有没有改变 有改变的 接下来去检查什么 如果你 你那一个Change的那一个 他连着我没有 如果是第二栏 他才会进去 如果你是其他栏 他就跳过了 就不理你了 OK 所以呢 我们 有没有放这边按F8 这个时候会有 所以这个先 帮我串一个公式 丢到哪一列呢 跟他同一列 28列 然后丢什么东西呢 串完之后的公式 帮我放在A栏里面 你会发现 编号自动带过来了 然后呢 再来怎么样呢 再来自动帮我把什么 后面这个 的公式 单价也顺便带过来了 OK 好 那其实后面 这个地方的方式也是这样 单价 我现在输入单价 比如我输入是 50好了 Enter 当然我会希望什么 自动带出嘛 那自动怎么带出呢 这个公式应该是等于什么 等于 这个 乘这个 OK 打勾 一样嘛 另外呢 除了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他会 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他里面是空的 因为这边如果假设清空好了 清空掉 他会变零 可是我们应该是 把它变没有 那如果说你要预先跟他一样 就是如果要 自动带一样子 做一个逻辑判断 剪下 这边一样是 if 什么呢 如果这里面是空的 好 那我也是空的 反之才是 去把 数量乘上单价 才是总计嘛 好 那一样的方法怎么样 我们把这个公式 放到哪里呢 放到刚刚的这个 这个里面就可以了 不过呢 判断的不是第2栏 而是什么 数量 数量是第1几栏 第4栏嘛 所以你变成怎么样 你就把这个 Ctrl C 然后 Enter两下 把它隔开 然后 贴到这边来 那公司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参考 上面 因为我判断的是第 4栏 所以呢 我这边 其实只要输出有公式到他的1栏 所以我这边的话就是把它改成1 一样是同一列 里面做什么呢 输入了公式 那公式呢 一样 我把后面东西 习惯上是清除 先丢个空置串 那再来怎么样 把那个公式丢过来 所以这边做完一个嘛 你就把这个公式 一样呢 复制 取消 那当然他里面有双引号 所以我把它贴上 直接取代 然后取代完第1步 第2步的话呢 再把这个公式呢 放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其实你会发现 没有很多东西啦 都这样子 做熟了之后以后 你要自动带出资料 就会非常简单的 以后你动一个 它全部自动出来了 OK 而且这是 你将来你这个 程式你可以把它说起来 别人也不会知道你怎么写的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还有什么 Taget.ro 哪里啊 这个 列 列号呢 只要列号 要把它变Taget.ro 所以呢 这边有三个 一样嘛 头 尾 Ctrl C 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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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 OK 不过就是熟练度问题 好 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看一下 60 Enter 带出来 20 没错 10个 都没错 而且你做完之后 你会发现 那感觉蛮好的 因为就是一直 感觉 然后做事情 另外呢 记得啦 当然我是建议啦 也是一样 最后做完 一样要做那个保护 教育里面 一样保护工作 为什么 因为你要给别人之前 真的 User端 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发生 你一定要先把 可能 他会乱输入的地方 全部都保护起来 然后给他 给他让他输入 输入完之后 他给你的东西 保证一定是正确的 这样子的话 真的会 你会省掉 非常多的麻烦 因为真的 你会发现 很多人 就是给你找麻烦 那你光要解决 他的那个 乱七八糟 输入的问题 你就会浪费掉 很多的时间 所以你只要 把那些该锁的锁 然后自动带出 自动带出 这样子的话 User端 他也会输入的很愉快 你收到资料的人 也会很愉快 因为他也不会找你麻烦 OK 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才把重点提示 一 先 把你刚刚的公式 先 也许先做 以后 底下都不用了 那第二就是说 你切到那个 Visual Basic 在这个里面 记得 记得要找对 针对你这个 原始资料的 这一个 Worksheet Change 里面做什么呢 去判断 给他丢公式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一样 就是说 做逻辑判断 如果是 第2栏 先做第2栏 等于2的话 lan 就是丢公式到 A栏跟C栏 那丢什么公式呢 也许你可以先做编号 丢的就是他那个 他就是他那个 我们刚刚写的那个公式 如果说刚刚那个漏掉 你可以 看云端白板里面 我也有把刚刚我做的公式 放在云端上 可以试一下 好